你喜欢冬天吗?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呢? 雪花将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色,一串三连,求个关注,脱掉厚厚的外套。 小熊猫很不喜欢冬天,实在是太冷了,什么也做不了,沃夫也不喜欢。 因为冬天泳池结冰,根本没有办法游泳,而且植物都停止生长,还容易摔倒。 小熊猫拿出个冰疙瘩,一口下去,牙都裂缝了。 小猫也不喜欢冬天,听到大家的抱怨,老实询问,大家都喜欢什么季节? 沃夫喜欢自由自在的春天,可以在花的海洋里畅游。 小猪喜欢炙热的夏天,可以在泳池里进行玩耍,而小猫则喜欢秋天。 金黄色的落叶是他的最爱,小熊猫除了冬天都喜欢,因为他最爱的苹果都被冻住了。 但是冬天也有很多美好的事情,老实拿出一筐雪具,走,我们出去玩。 小家伙们穿着护具,脚跟滑板,小猫和沃夫穿了出去,而小熊猫却是个大劈叉,之后一头撞在雪人上。 虽然冬天给生活带来许的不便,但也能带来许的欢乐,小朋友们都开始喜欢他了。